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鬼哥 今次要讲的就是这部Disney Pixar暑期的巨作 《盛夏有晨天》 这部动画是一出适合一家大小在大热天时 入场放松消暑暂时了与压力的动画 它没有灵魂奇遇记中的生命舞梯2 活在当下的觉悟 也没有脑筋急转弯有关情绪管理和对失去记忆焦虑的深层信息 《盛夏有晨天》是一笔对纯真和友谊 最真挚而且充满导演个人成长经历的彩色记录 戏中两位海兽主角的暑假充满色彩 而且总是带着满满的欢恩记忆 在故事的过程中偶有少惊喜 但他们凭着友情闯关的情节充满了温馨 总之入场就被脑袋放空 静静地被这里来自意大利临海小镇的清泉 洗擦一下附在我们灵魂上的污垢 那就好了 部电影用尽海兽御水立即变形的设定 加上人类和海兽之间的误会和异童的隔膜 衍生了不少有创意而且突如其来的笑料 画面方面一向都是迪士尼和Pixar的强项 意大利小镇的小屋临立色彩和谐 大自然景色的展现鲜明且养眼 一山一海由天空到海底都令观众自身其中感受到当中的游然气氛 同一时间除了风景和镜头的表现之外 电影竟然充满着公其进电影的影子 电影中出现的小动物 例如猫仔、雀仔 他们的个性表现和公其进的世界都非常相似 电影中也偶尔出现奇幻的情节 看上去是熟口熟面 鬼哥尤其觉得他带着不少飞天红珠盒的影子 其实你只要留意《盛夏有晨天》里 意大利小镇的名字 致敬位就真的非常明显 其实导演也曾经在访问中表示过 他在小时候已经接触到公其进的《高纳的未来世界》 而他也没有否认到公其进对他创作的影响 至于缺点方面 《盛夏有晨天》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故事本身 《海兽》的背景就模糊单薄 历史不长 主角的历险目标琢碎 要冒的风险亦昏不着仰处 其实剧本大可以加深海兽和人类之间的历史矛盾 放大海兽他们的理想和目标就可以加强投入感 另一笔败笔就是戏中的《大监国》 这个角色是极为平板 它典型到令人觉得编剧有点懒 这个监国的行为又自得过火 无缘无辜自大和破坏 令观众看得很抽离 整体来说 《盛夏有晨天》充满公其进色的美景 展现的情仪是真摯和纯真的 可惜故事和角色都比较薄弱一点 适合入场短暂放空去疗愈一下 鬼哥是比55分 要看更多广东话的影评短片 记住留意鬼哥 下次见 拜拜